首先就欢迎各位同学收看本期PTE大西瓜成功学词访谈 本期我们邀请到的是红同学 他在本次考试中拿到了高分期诈的一个好成绩 我们恭喜他 那现在有几个问题想问一下红同学 就第一个的话是你来大西瓜之前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呀 我是雅思考了两次 第一次考了6.5小分5.5 第二次努力学习了一个月之后 因为前辈遇到了不太友好的口语考官还有超级难的阅读 考了6然后小分15 就是越考越差了 就现在是你觉得雅思是有瓶颈突破不了 然后于是转考了PTE对吧 是的 OK行那你在大西瓜我们这边是就读的哪些课程呢 然后这些课程带给你的什么样的一些帮助呀 我属于自学能力比较差的人 然后一开始接触PTE各种题型的缩写都理不清 所以报了大西瓜的一对一 老师帮我把所有的题型和侧重点都树立讲解了一遍 这为我后来被考接受了非常多的时间 课后有什么以困惑的地方发到群里总能非常快乐的收到老师们的反馈 OK就是相当于在课堂上老师为你就是梳理出来了很多技巧啊 反馈这些 然后课后的话能及时为你进行答应 那因为洪东学这次还是取得很不错的一个成绩 那你在最后复习备考的时候 你每天是如何安排你自己的一个学习的呢 我是规定自己每天固定的是repeat sentence 100句 再加上wfb50个或者fib那个拖拽 不是拖拽是下拉 或者其他比较薄弱 并且非常重要的地方 就是这是每天一定要完成的 绝对不可以拖延到第二天的 那你比如说每天你会花多少的时间来进行 就是你所说的这些计划呢 比如学习时间大概有多久 一开始repeat sentence 就是刚第一遍的时候 那不太熟 就一天可能得要个八个六个小时 然后后来快了的话 那天可能五个小时这些就完成了 还能有点别的时间来练练别的 OK那就差不多你基本上一天所花的学习时间 大概是在八个小时 甚至有的多的时候会在十个小时左右 是吧 嗯 好 那就是咱们大西瓜嘛 也为各位备考的同学准备了很多丰富的学习资料 那在咱们的资料里面 你是最推荐哪一种呢 我最推荐大西瓜的SST 就是又小又准 非常节约 是SST那个轻松剂吗 是的就是那个 嗯嗯 还有那个预测 还有大西瓜的SST预测 嗯嗯那我就顺带问一个问题 那你在这次呃 这个考试的时候 SST的命中率怎么样呢 嗯就是每次都能中啊 就是嗯 就是每次都能保证权重对吧 是的 嗯好 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嗯因为你现在是已经成功出分了的考生嘛 那你有什么成功的经验分享 和现在还在备考中的同学们做一个分享呢 嗯我建议和我一样 因为几次不好同学 repeat sentence 全基金练个两遍 然后WFT预测练到一个 嗯一个都不错 把SST预测背了 嗯FIB的下拉的预测能够做到十秒秒选并且都对 嗯 别的该套模板套模板就可以了 嗯好 最好 我还有一句话 嗯 嗯最后想跟大家说 嗯不用焦虑 嗯练 练 背 PT真的是一个有付出就会有回报的考试 嗯OK 行 那我们就再一次恭喜洪峰学 现在就能够顺利的拿到这个目标分数 那咱们今天的这个学词访谈也就到此结束